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叫做火層岩 火層岩就是由岩漿凝固而成的 熔熔的岩漿凝固的就稱之為火層岩 岩漿凝固就叫做火層岩 火層岩是所有地隔中含量低位的岩層 正常啊 地球是一團刺熱的岩漿所 冷卻形成的 所以當然火層岩是最多的 剛才前面教過的表面 記得看到是什麼岩 表面要看到是層岩 火層岩有兩種分類方式 火層岩有兩種分類方式 這個是國中有教的 根據它的冷卻快慢 會分做所謂的火山岩跟深層岩 火山岩跟深層岩 火山岩就是火山爆發 會噴出來 直接碰到就會碰到 空氣跟水 所以就會很快的冷卻 因為很快冷卻 所以排列來不及 所以結晶顆粒都比較細小 如果它冷卻時代太快 快到它根本沒有辦法排列 毫無結晶 我們就稱之為火山玻璃 所以火山岩 就是火山爆發 出來碰到空氣跟水 很快的冷卻下來 因此它的結晶顆粒比較 細小 如果毫無結晶 我們就稱為火山玻璃 另外一個叫深層岩 就是沒有噴出來 在地底下慢慢的冷卻 所以有時間好好的排列 因此它的結晶顆粒就比較粗大 這種就叫做深層岩 所謂的在地下深處是它形成的時候 後來會因爲什麼侵蝕什麼什麼之下 可能會露出地球表面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它形成的時候是在地殼深處 慢慢冷卻 沒有噴出來 所以 有時間好好的排整期 因此結晶顆粒比較粗大 就叫做深層岩 這個分法是國中有膠的 根據冷卻快慢分做火山 火成岩分做火山岩跟深層岩 還有一種分法是國中沒有膠的 可以根據礦物成分分 礦物成分來分 長石石英多到長石石英少 或者是二氧化系含量多到二氧化系含量少 這個分法 是國中沒有膠的 國中沒有膠高中才會膠這個第二種分類的方式 然後呢我們就有一個 神奇偉大的表格 這個表格你要背下來 因為你背下來好處多多 所有火成岩會考的幾乎全部都在上面 這個表格告訴我 火成岩分類有兩種 第一種是根據冷卻快慢分 左手邊 有冷卻快跟冷卻慢冷卻快的叫做火山岩 冷卻慢的叫做深層岩 火山岩結晶顆粒小深層岩結晶顆粒大 第二種分法看橫的 長石石英多到長石石英少 在高中有專有名字 酸性中性 激性跟超級性 就弘管他了 有長石石英多到長石石英少 通常長石石英多的顏色比較淺 長石石英少的顏色比較深 然後有劉文元 安山岩 玄武元 花崗岩 閃腸岩 灰腸岩 好 如果你這樣子把表格背起來了 那麼 你馬上就知道 誰跟誰的成分相似 劉文元的成分跟誰相似 同一個詞 跟誰 花崗岩相似 所以劉文元的成分跟花崗岩相似 但是劉文元是火山岩 花崗岩是深層岩 安山岩成分跟閃腸岩相似 但是安山岩是火山岩 閃腸岩是深層岩 所以這個表格背下來 就曉得 誰跟誰的成分相似 誰是火山岩 誰是深層岩 畫一個圈圈 黑曜岩 他是我們唯一學過 唯一教過的火山玻璃 就是那個冷卻很快 毫無 結晶的合他 另外畫三個圈圈 寫上台澎金碼 馬祖你可以寫在金門旁邊 也可以寫在你的心壇上 好 台澎金碼 你幹嘛 我告訴你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是安山岩 洪湖常見的火山岩是玄武岩 金門常見的深層岩是花崗岩 什麼地方常見什麼石頭就背下 台澎金碼 台灣常見 安山岩 洪湖常見 玄武岩 金門常見 馬祖跟金門一樣 所以我說你應該喜歡旁邊或是在土西南盪 不少人問馬祖 花崗岩 OK 所以我說 我說這張表格重要 把它背起來好處多多 我成言 會考的幾乎全部都在上面 既然叫做幾乎 就表示他那麼一點點不在上面 對不對 什麼東西不在上面 花崗岩 花崗岩的成分 花崗岩由常識、石英跟玉武 還有微量的普通腳斬石形成 我 當回 後面的講義裡面 還會寫 別的石頭有什麼跟什麼跟什麼 那些全部都不用背 你只有一個要背 花崗岩要背 因為花崗岩從古至今都是課本的實驗材料 然後你去敲一敲看一看分一分 所以花崗岩誰做的要會背 同時你現在看到的常識、石英跟玉武 它都是花崗岩成分 所以單軌後面交到礦物的時候 這三個重點 這三個內容就要背得很清楚 你要常考 唐石、石英跟玉武 OK 對花崗岩成分要背 曹花岩誰做的 唐石、石英、玉武跟微量的普通腳斬石 OK 它這個深層也剛剛背過 腳對背 好 這張照片裡面上面有個紅紅的筆蓋看到了嗎 這個筆蓋是當作筆蓋使用 第一顆的照片 經常會放一個鏡頭蓋 放一支原子筆 放一個廚頭 或再一個人 那個就是要當筆蓋使用 讓你知道 那碗頁大概有多大 但如果你是比較高級分身的話 你把它吃 它上面有顆粒的紙 但是一般就用這個筆蓋使用 所以放一個紅紅的那碗頁是當作筆蓋使用 讓你知道那個酒桃到底有多大一支用 OK 好 花崗岩大部分都是這個顏色 看看就好 好 花崗岩呢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的前面交過 但我說很少人好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之城 我在前面交過 但是我說過 考的人不多 考的人不多 人不多 花崗岩之城 好 然後 花崗岩有很多用途啊 美觀漂亮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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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之類的 那個 四三捷運站 四三捷運站外面貼的那個 就是花崗岩 還有 本校 出校門 左轉右轉 上人行道之前 有短短的矮柱子 記得嗎 那整個披靜子 今天出校門就看一下 左邊跟右邊 散到那個短短的矮柱子 矮柱子也是花崗岩 但是那個矮柱子沒有拋光 粗膚的 四三捷運站 但是已經把它打得亮亮 滑滑 OK 有些建材啊 好 劉文炎 他表格有背就知道 劉文炎成分跟誰 像是 花崗岩 劉文炎是什麼鹽 劉文炎是火山岩 花崗岩是什麼鹽 生辰鹽 還有些光呢 看看就好 那就可以了 它是火山岩 然後呢 這是我們唯一學過的火山玻璃啊 我們唯一學過的黑曜鹽 黑黑罵嘛 它常識齒音多不是應該顏色淺 為什麼黑黑罵 因為它裡面亂掉 沒有結晶沒有懷樂亂掉了 光色音就出不來 所以就會黑黑的 你知道那個所謂一些藝品店賣那個什麼神奇的蝕音的那種店裡面可能會很怕 有人會說他可以避邪啊幹嘛幹嘛 黑料理 火山玻璃 我唯一學過的火山玻璃喝湯 第二個叫做 展長眼 上面是不是一個有顏色字都沒有 對嗎 這個怎麼意思呢 完全不重要 好字不配合 是完全不重要 好字不配 不看他也沒關係 不看他 不看他也沒關係 隨便看他就好了 我講他眼神成分有成分的 我講說不用背 他只有一個岩石的成分要背 誰啊 左座誰要背 化妝液要背 他都不用背 展長眼的成分都沒有 鞍瞻眼 我瞻眼 表紙會有一道火山岩 他是剛剛講的重點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 那個在後面的板塊購到懸說音會提到它 所以老師會有人問 台灣 常見的火山岩什麼手頭啊 安山岩 安山岩 OK 後面的板塊才會再提到它 所以你要記得 台灣島常見的火山岩叫做安山岩 雅兵三中原子我們說安山岩 大家只能火山西就有種安山岩 你會把它翻下來當建材 之類的 好 深層岩歸長岩 這也是一色有顏色的製作感 是完全 不重要 當作 沒看到 重要 這邊看就好了 不用理他 全五岩 全五岩 但表格有被發跟非常岩相似 然後呢 他是火山岩 還有兩個字重要 還有兩個字重要 氣孔 氣孔 他媽媽有些氣孔 曾經看過學生團的語題啊 有一份酒桃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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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酒桃欸 看到兩個字 氣孔 不知道什麼時候 全五岩 誰一大街都不要看他的氣孔一樣就是全五岩 是全五岩 所以氣孔 全五岩上經常有一些氣孔 海洋地殼 你前面背過 講過場卡 你要 你這樣多人問 海洋地殼什麼時候 全五岩 全五岩 海洋地殼 前面教過 告訴你 重量你要記住 海洋地殼 可以啊 好 然後呢 玄武岩 澎湖 因為澎湖是海底摩山爆發所形成的 後面會告訴你海底擴插 掌出新的海洋地殼就是全五岩 周座這邊一根一根的 六角形柱狀結尼 這件事情 古時候 很喜歡討 你們還在天堂的時候 你們還在天堂玩耍的時候很喜歡討 但是現在 不愛討 現在 現在 他會討 以前很愛討 九五岩的特徵 六角形柱狀結尼 你們大家在天堂玩耍的時候很喜歡 現在不看 現在不看 可以講 好 九五岩今天有功用啊 雕刻啊 不拉不拉不拉 來看看就可以 好 橄欖也信仰 一個有顏色字都沒有 對不對 表示他超級 不重要 當作 沒看到 但是 未來 有一件事重要 後面再告訴你 有一件事重要 我來這邊 大家這邊 好 好